我们来看二十九题 二十九题它解dy over ds 加上y over s 等于cos s over s 它给你一个initial condition y2分之π等于π分之4 然后它告诉你s大于0 那这一题解释很简单的 它重点在后面画那个图 如何去画出那个图 那这个你看就知道 它是一个first order linear differential equation 所以我们的解法 一开始一样先找积分因子 所以the integrating ok 好 我们再擦掉一下 它刚刚当掉了 好再来 the integrating 好 factor 好它等于什么 mu s 记得哦 现在是以s 就会等于积分 exponential 好 y前面的系数是s分之1 好 ds 那就会等于exponential nature log s 的绝对值 好 可是现在s大于0 所以我们直接写s 就可以了 好 那就会等于exponential 跟nature log消掉 所以就等于s 好 那再来呢 再来第二个步骤呢 就是直接把它乘上去 好 那就可以得到s乘上y y就会等于积分 好 再来就把s乘到右边这边来 然后把它做积分 所以乘上s分之cos sds 那就会等于积分 cos sds 好 那就等于sin s 加上constant c 对不对 好 那这样这一题就解完了 那还要再带initial condition 刚刚忘记了 把它带进来 好 带进来之后你就会发现 applying 好 the initial condition 好 那我们就可以得到 把它带进来 所以呢 s的部分我们就带2分之pi y的部分呢 就带pi分之4 好 就会等于 好 sin s呢 我们现在带的是 2分之pi 加上constant c 好 那这个地方呢 就可以得到 2就会等于 sin 2分之pi等1 加上constant c 好 所以这边就可以得到 c等1 好 最后 好 最后呢 我们就把c带进来 sy 就会等于 sin s 加上1 对不对 好 那也就是说 我们的y呢 就可以写成s分之1 加上sin s 好 那这一体的重点呢 仍然是在画图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图要怎么画 好 首先呢 我们利用mapple来画这个图 好 那在画的时候呢 我们一样 好 要把所谓的Dtools呢 把它找进来 好 所以呢 我们一样用with 好 with Dtooltools 好 把它抓进来 记得这时候要打冒号 因为它抓进来的信息 我们不要 好 好 再来呢 你要画图的时候 打Deplat 好 一开始呢 我们告诉它说 我们的differential equation 长什么样子 好 我们是 s为分 好 y对s为分 好 加上y over s 那等于 好 等号在上面 好 等于cos s 好 除以s 好 那再来呢 告诉它说呢 我们这时候呢 y是s的函数 好 再来再告诉它s的范围 好 那s我们从0画到6 好 那y的范围呢 我们从1画到5 从0画到4好了 从0画到4 好 再来呢 再来告诉它 我们的initial condition是谁 好 那记得 要两个挂号 两个中挂号 然后在这里面呢 我们要写我们的initial condition 它是y 好 pi呢 这里 好 乱掉了 好 在这里是 这边是y 好 先把它杀掉好了 好 好 y 然后呢 这边是pi除以2 好 所以要记得 pi那个前面 p要用大的 这样才会是数值 好 pi除以2 好 就要等于4 over pi 然后呢 再给它两个挂号 好 这时候我们打一个分号 它就会帮我们画出 我们要的图形来了 好 等它一下 好 这时候你会看到 它的图形就长这样 那红色的部分 是属于场的部分 好 场的部分就是说 我给你一个点在这里 它就会往这个方向去流 对不对 好 给你点在这里 它就往这个方向走 给你点在这里 它就往这个方向走 这就是场的部分 好 那我们利用我们的initial condition呢 y的2分之pi 等于pi分之4 好 那个点 好 从这个地方出发 然后往这个流场的 这个方向走 有没有 它就可以走出这样的图形 所以我们的integra curve 就是长得像这样 好